斑蝶是短暂出现在这个世界上进行交配后就消失的昆虫 熊斑蝶用扇子斑的触角随着磁斑蝶的体味寻找到磁 拔出像针头斑的东西慌慌张张 熊斑蝶用几个前脚抱着磁斑蝶的腰 一边往上爬一边刺激磁斑蝶 并拔出尖锐的生殖器 辛苦地寻找磁斑蝶的生殖器 是因为磁斑蝶的生殖器像针孔所以难找 还是因为舍不得这样抱着亲密的感觉 反正熊斑蝶碰一下磁斑蝶的生殖器 过一会儿又碰一下 不停地刺激磁斑蝶 等到磁斑蝶的生殖器突出来 熊斑蝶用自己的针头往里刺几次后 再深深地刺进去 开始持久地摩擦 生殖器深深刺入的状态下 两只斑蝶用几只脚和触脚不停舞蹈 此斑蝶也因这时的极度快感 紧紧吸住熊斑蝶的生殖器 久久不肯松开 此时没有找到磁斑蝶的其他熊斑蝶也会铺上来找麻烦 但是此时正在交配的熊斑蝶是绝不会做出让步的 筋疲力尽后再没有力气来抱住磁蝶了 熊斑蝶会倒立着来回摇晃刺激磁蝶蝶 这时看上去熊斑蝶好像没有知觉 其实它是在利用自己的体重往下拉分泌着的精液 这样维持二十八小时后 熊斑蝶会用尽最后的力气拔出针头 当场死去 生意识尽最后的力气拔出针头